新竹市竹光國中創校至今已有13個年頭 校舍一規劃分為四期興建 最後一棟的專科大樓也在27號正式落成啟用 5 4 3 2 1 請剪裁 新竹市立竹光國民中學興建專科大樓啟用 專科大樓完成之後 可以說是我們燭光國中校園校舍的環境 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因為專科大樓完成之後 所有的這一些空間就到位了 那今天我們也看到在潘校長的努力之下 非常用心的一個規劃 將專科大樓用每一個空間都是一個基地 那這每一個基地都有很多的可能跟想像 讓孩子們藉由這一些完善的空間的規劃 更好的一個設備 來讓他們有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 竹光國中目前共有31班超過900位的學生 專科大樓從104年開工106年完工 興建地上5層共16間的專科教室 設置烹飪 音樂 表演藝術 多媒體等基地 可以容納300多名學生的大型活動空間 這個教室的特色我們希望未來 這一棟蓋好之後是給未來的孩子學習用的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都是比較開放的 前瞻的一個概念 包括我們結合老師從一開始的討論設計 是適合的 符合的老師教學上面的需求的 這是一個最基礎的一個概念 那所有的教室的設備 我們都是放眼給孩子最大的彈性 最多元的學習方式 有科技教室 分組教室 我們過去一般教室挪作 專科教室使用的部分 就可以回歸給一般的班級教室 那對於我們目前在總量管制中 是有相當的一個紓解的作用 竹光國中專科大樓 主體設計和原有建築一氣呵成 充分展現竹光國中特有的校園活力 也為國中階段的孩子們 注入更多元創意的學習環境 凱波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